Hello 大家好 我是Acoq 我想大家經常都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早上起床很趕時間 但是又不想戴看 那就當然是戴眼鏡啦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個懶人眼鏡妝 怎樣可以極速出門口 粉底方面 今次我就選了Kate的這隻Mousse BB Cream 趕時間的時候當然是步驟越少越好 這隻粉底上面之後 它會自動變得好像已經上了碎粉定妝 而且它的遮瑕力是很強的 只是用它的黑眼圈和面部泛紅的地方 都已經遮得七七八八了 它控油的能力也挺高的 不過有個不好處就是乾性的皮膚 一定要做好保濕才用這隻粉底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有個嚴重的熊貓眼 你就可以再用遮瑕膏遮一遮你的紅包眼 這次眉妝方面 我會用Adduhouse的液體眉筆 如果趕時間出門口 不想又用眉筆又用眉粉 再擦鬆它 那麼麻煩的話 這支液體眉筆就幫到你了 因為它只需要好像剔下剔下的 就可以畫到一條很自然的眉毛 之後我會用Adduhouse的啡色眼線筆 在內眼線的位置畫一條眼線 就可以令個樣子精神一點了 畫完內眼線之後 就填補眼睫毛和眼睫毛之間的胸位 眼尾方面就輕輕延長就可以了 至於下眼尾就用點的方式 點一下點一下這樣畫 修容方面我就會用這盒Case的眉粉 最淺色的那一格 畫在眼窩和鼻涼 加深輪廓的 之後就到眼睫毛的部分了 如果你真的很趕時間 趕出門口的話 你可以隨便塗兩下 或者直接skip了這個步驟 都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 塗完眼睫毛 眼睫毛會更加有神 還有會有少少放大眼睫的效果 我覺得呢 塗下眼睫毛要用的時間是特別多的 如果有時真的超級趕時間要極速的話 我都會不塗下眼睫毛的了 登登 眼妝和眉妝方面呢 就已經完成了 胭脂方面呢 我就選用了Case的這款兩色胭脂 至於今次塗上胭脂的位置呢 就是塗在你平時做面部shading的地方 那就可以胭脂和shading 一齊有這個功效 之後用剩下掃的胭脂呢 在highlight的位置掃兩下 之後就到Revalon這一枝的蠟筆唇 這個唇膏 這隻唇膏出來的效果呢 是很made 而且都頗出色的 塗在嘴裡的位置 之後再推翻鬆邊位 那樣子就完成了 那樣子就完成了 之後戴褲眼鏡 扮演藝文青 不過 別走著 還有的 還有的 前陣子 就出了這隻蜂蜜的lip oil 那我都試用了它一陣子 它可以做lip oil 之餘呢 其實可以睡覺前擦 做一個嘴部的sleeping mask 塗完唇膏之後 上一陣子 可以做到玻璃咀的效果 而且它都真的頗滋的 塗完之後呢 馬上沒有唇紋的 還有蜜糖味 一點都不膩 有時候說得太 真的不想再整個頭的了 那所以呢 我就戴帽子就出門了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慢著 記得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